根据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最新预测,到2023年,中国累积将有超过100万人因中共病毒染疫死亡。 路透社17日报道,这家机构指出,中国中共病毒染疫数将在明年4月1日前后达到最高峰,即时死亡人数将达到100多万人。 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主任莫里指出,到那时候,约有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口感染中共病毒。 中共官方目前公布的染疫死亡人数为5235人。 自从取消防疫限制后,中国官方没有报告中共病毒的死亡病例。 官方上一次报告死亡病例是在12月3日。 据英国媒体《金融时报》16日报道,北京义宾医馆工作人员表示, 仅在12月14日一天,就至少火化了30具中共病毒确诊者的遗体。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北京通州兵议馆工作人员透露, 现在需求量很大,每天都有中共病毒者死亡。 从早上开始火化尸体直到晚上10点,火化炉都没有办法应付了。 报道说,这家位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独立机构, 综合中国各省数据和近期香港爆发奥米克戎的信息, 建立模型进行的推算。 莫里说,因为自武汉最初爆发疫情以来, 中国几乎没有报告任何死亡病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目光投向香港, 以了解最真实的中共病毒感染致死率。 中共病毒在全球大流行期间, 多国政府和企业都依赖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预测。 最近武汉大学一段辅导员培训录音被曝光, 内容是高校学生采取大数据管理模式, 对学生的信息采取、监控和预测。 评论认为,中共就害怕大学生造反, 所以要采取严密监控措施。 最近几年,中国高校大数据教育教学产业受到广泛重视, 从2016年只有三所高校, 到2022年增加到了168所大学。 随之而来的大数据管理系统, 也充斥着在各大高校,用途非常多元。 中共对高校学生采取大数据管理模式, 可以实施监控学生的动态, 通过不断采集学生的信息, 用数据去描绘每一个学生, 以达到全面了解管理学生的目的。 毕业于武汉大学的一议人士表示, 武汉大学通过校内服务器, 可以监控所有聊天软件的内容。 学者认为,中共对学生的监控, 不是为了保障学生的自身安全, 而是保障中共政权稳固, 主要目的还是维护中共专制集权。 另外,引人关注的还有关于宗教信仰部分。 录音显示,部分高校最开始调查每个学生的宗教信仰到底是什么, 如果学生填了宗教信仰, 辅导员会问学生什么时候信的, 怎么来的等等方面, 这可以帮助他们掌握很多的资源和更多的相关数据。 中国国务院12月19日对外公布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意见, 提出了20条政策措施, 包括建立数据产权制度, 建立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 建立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 建立安全可控, 弹性包容的数据要素治理制度等。 文件提到, 在总体要求方面, 要以维护国家安全数据, 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为前提, 深入参与国际高标准数位规则制定, 构建适应数据特征, 符合数字经济发展规律, 保障国家数据安全, 彰显创新引领的数据基础制度, 充分实现数据要素价值,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持, 中国当局一直强调国家数据主权概念, 以数据加强对公民、企业、社会的管控, 以及强化和民主国家的竞争与对抗。 中国当局设立在海外警察局越来越引起各国的担忧, 根据路透社报道, 意大利内政部长在12月19日发表的采访中表示, 意大利将停止让中国警察及官员在其领土上进行巡逻。 总部设在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表示, 中国已在海外设立了102个所谓警察服务站, 其中11个在意大利。 该机构说, 意大利的服务站是根据2015年的一项双边协议, 该协议允许中国警察与意大利警察在罗马、米兰、 纳布勒斯和其他华人较多城市进行联合巡逻, 而北京正在利用这些服务站向一些中国侨民施压, 要求他们返回中国接受刑事指控。 这样的行动是非法的, 很可能是针对持不同政见者。 他在采访中说, 我可以说, 这些合作形式将不再以其他形式实施或复制。 本月早些时候, 他曾告诉议员, 与中国的联合巡逻协议与在意大利建立任何服务站无关。 他还称, 联合巡逻发生在2016年到2019年, 并在疫情大流行之后被暂停。 目前, 包括加拿大、美国、德国在内的多个国家, 已对这些服务站展开调查。 而,荷兰、埃尔兰及捷克境内的服务站已被关闭。 北京字节跳动旗下, 日明影片分享应用程序的 美洲公共政策负责人贝克曼日前接受CNN的采访时, 多次拒绝承认中共不当对待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民族的情况属实。 贝克曼20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 塔布尔访问时被问道,你认为中国政府把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民族关进集中营吗? 贝克曼回答说,没有特别关注。 当贝克曼第二次被问道,是否认为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权时, 认为正面回答。 他说,我并非中国事务专家, 所以我没有特别关注那个领域。 贝克曼否认审查所谓新疆集中营的相关贴文, 并称没有替任何政府审查内容,随着TikTok受欢迎程度, 在过去几年飞速增长, 美国国会议员和安全专家已再严格审视这个中期经营的社群平台。 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称, 中国放弃清零后,中共病毒疫情迅速升温, 可能产生新的病毒变异株,并冲击生产与供应链。 中国的疫情恶门恐将演变成全球的大灾难。 文章指出,中国突然放弃不具永久性的清零政策, 缺乏连贯性的应变策略, 恐将为人民、经济、共产党高层带来新的梦言, 新危机还可能震撼全球, 正如三年前武汉爆发疫情时的情况, 使以中国之事,不一定会止于中国。 文章提到,习近平放弃清零的动机, 是为了振兴受到分控和劳工骚动阻碍的经济, 但新做法可能适得其反, 疫情普遍干扰到了生产与供应链。 文章表示,中国不明智地放弃有效防护病毒的疫苗, 选择施打效率较低的中国疫苗, 而且中国人普遍未接触过奥米克戎变异株, 因此缺乏免疫力。 文章指出,11月底中国罕见爆发抗疫, 促使习近平决定放弃清零。 如果疫情继续恶化,人民会更加失去信心, 抗疫者的怨气很可能会卷土重来。 中国的年轻人长期扮演着沉默的大多数, 养成了在众多事物当中不发声保持沉默。 乌鲁木齐大火事件, 促使海外年轻华人的觉醒, 唤醒了很多人, 白纸革命震惊了全球。 年轻人似乎也对从事事不闻不问的态度, 到勇敢站出来进行抗疫, 看到他们的觉醒, 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也感到了心情澎湃。 在这次海外深沿白纸革命浪潮中, 不少留学生从原来支持中共的小粉红立场, 转变为反中共争取民族的立场。 他们期待中国人抗争中共暴政的运动能坚持下去, 海外也将对他们提供长久的支持。